词篇103篇1到7节 第一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每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收屈的人申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赦免于医治 请干牧师 祝我们姐妹平安 每次在敬拜的时候 心里面都很享受神的恩典 所享受的不是好像在诗歌美妙 所享受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可爱 享受的是为什么能够置身在神荣耀的圈子里面 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那么宝贵 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在神面前所回应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在说主啊谢谢你 说了又说主啊谢谢你 说了又怎样呢 说了又怎样呢 我们今天要活出来 如果是活迹的话 那我们应该说了就不一样 让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盘望 请稍微帮我遙控器 然后在华湾的呢 在我前面 指挥家那里 那指挥家 指挥家那里 谢谢 我常常在生命里面感受到 很多很不一样的功课在生命里面进行 谢谢 对我而言是功课 我必须要在这里说 每次讲到 我到底要从哪里解经书来预备 我到底要从哪一个遇到故事来预备 我到底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资料来查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们甚至知道 如果要讲到 那种会哭干的感觉 是讲到的人很痛苦的 也是听的人很痛苦的 但是 如果流畅的话 应该是 我不是在讲道 我是在 让神的道改变我 他如果能改变我 我才能够有资格讲道 所以 我也常常在思想 每次我在分享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在讲什么 而是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神的话 如果我们活出来 感谢活出来 那就是神的道路 如果神的道路 讲了感谢 那又回复到原来的 那就是一本书而已 我们就参加一个社团 这个社团很活泼 这个社团很多元化 这个社团叫台南圣教会 有时候就只能变成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 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 而不是我们要来改变这个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有神同在的话 这个教会会改变我们 使所有的为主为奴的 还有为受割离 为受割离的 西地连外邦人还有犹太人 都合而为一样的样式 一样的样式 所以我们要被改变 赦免和医治 是今天我们在读圣经里面 第三节里面所说的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念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这一句话 但是我们要知道 医治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 我们来到教会 大部分都需要能够 祷告能够得医治 是大家需要的感觉 但是大家不太拒绝 也就是蛮拒绝赦免这种观念 因为这好像在警告我们 我哪有问题 我哪有问题 我需要是来到这边 我的问题得到决绝 是医治 医治完以后我要感谢 我会奉献祷告 奉献 但是你知道吗 神其实要我们是生命改变 我们听到这个赦免医治 很容易就想到一个故事 一个摊子从乌瓦沙坠下来 耶稣对他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很多在旁边的不以为然 你怎么讲得这么健忘的话 那耶稣说 我大要让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然后再这位说 你起来 拿着路子起来 行走 他就起来走了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比较容易 我今天能够赦免你罪 我今天能够赦免你罪 其实才是你生命重点 那我们就开始想 是不是这个 这个贪汪者 他犯了什么罪 不是哦 不是 他说你的罪赦了 整个故事里面 最不高兴的是谁 最不高兴的是那些 看起来没罪的人 那这件事情到底显明 这个贪汪的人有罪 还是是个朋友 还是法利赛人有罪 其实我们要了解 神就说了 在耶和福音第九章那边 说了另一个故事 那我们在想 这个故事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故事所说的 第一个就是 你起来行走这个问题 但是第二个故事说 并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这不是咒诅 也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也不是列祖列宗的一个咒诅 都不是 是这件事情要显出神的作为 显得神的作为 他不是说神的大能 是说神的作为 因为神的作为包含大能 也包含神的目的 要显出大家的问题 因为当这个虾子得到抑制之后 很多人就不以为难 而且蛮生气的 蛮生气的 奇怪耶稣如果行神 其实应该是大家还蛮高兴的 怎么会是大家蛮生气的 我就常常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勉励 教会这一年来 我们会有一个突破 那突破神会 使用我们当中很多的团体 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 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但是在社会里面有的模式就是 当这个人表现得很好的话 就有七八个人 想办法把他拉下来 然后就有十几个人 去挖他的唱巴 然后这个世代里面 这个团体出来的时候 哇 好多团体把他围攻 他其实没什么 其实他本来有很多的问题 他吸过大麻 然后就把他拉下来 只要谁比较精彩 这个社会就很多人要把他拉下来 那这个社会到底生病在哪里 不是 这是世人 通病 也就是嫉妒 但是在教会今天 我们如果要突破的话 也一定要让很多人 因着拣选的缘故上来 但是神给每个人恩师又不一样 有些人是上来 有些人是在台下工作 今天如果我们变成 很多人上来 大家为他们鼓掌 呀 为他们加油 然后台下也每一个人都成长 但是台下人的恩师是在台下互动的话 整场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 显明了神的作为 神要建立一个教会 而教会荣耀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所有台上的人 也会不知道台下所有人 但是大家都只知道 神荣耀充满这地 这世界却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却要在这当中 显出神的作为 耶稣就说 我来到这世界是为审判来的 虽然我说是为拯救来 但是拯救要分别这一切 因此我要让 请注意哦 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这是指医治的部分 对不对 但是相对的 也让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就是显明出 原来你们这些都是瞎眼的 看不见神的道路 那我们今天如果在神面前 因着圣灵做工了 让我们看出我们是得医治人 请记得 也让我们看出 我们心灵也要被医治 我在这些日子里面 有不同的感受 聚会讲到完 有人告诉我 高牧师讲得好棒 讲得很棒 很合我的意思 那我就 我都不晓得 这教育我听了 对不对 哇你这个跟我想法完全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讲得很好 其实我有时候我心里不晓得该怎么感受 我如果讲的跟你不一样 那我就死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就离开教会 多的 我很生气牧师讲这样 我很生气牧师讲这样 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才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拿着他的圣经 来跟我讲不一样在哪里 我真的很想 但是弟兄姐妹常常有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讲说 牧师我今天很感动 因为这篇道改变我 阿们 因为他也改变我了 弟兄姐妹 在这教会里面 我做了很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做了很多 哎呀大 自找麻烦的事情 我做了很多 我根本我没有兴趣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责任托付我了 我若甘心就有赏识 我若不甘心 那只是责任 如果我连这个责任都不要 我就有罪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知道 若不是神恩典 今天我们连位置都没有 知道吗 我们连气息都没有了 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 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神今天医治我们 是要让我们看见 神的作为跟神的意识 因此我们知道 圣灵的检查有一个很特别的 乃曼那天得到医治以后 好像他不需要去特别讲什么 他得医治 他可以把礼物摆下来就好了 但是乃曼他是外邦人 但是外邦人得到医治 他的麻风也是因着信心而得到医治的 但是他在临走之前 好像里面这个藏不住的感觉就缩了 但是我今天要必须说一件事情 我心里面得罪我的神 得罪这医治我的神 但一个人真正被医治的时候 是身心灵全部医治的 而这个身心灵全部医治 他会没有人叫他说 他自己要说出来 不得不说出来 主啊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我跟我的主人一起走的时候 他在庙里面这样子拜 我也互合 互合而已哦 我心里不想拜 我怎么互合而已 这也得罪神 我愿神饶恕我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以利沙在那边对他说 你平平安安去 你得了老数 神今天没有指责 没有说出你的罪 但是神医治在你身上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身心灵得医治的时候 当你身心灵得医治的时候 你不是肉体改变 你连灵里面都会相信 神在你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功课 改变的功课 而这个改变很棒 弟兄姐妹 有很多我们未见的事情 最近有一个影片 然后刺激我去寻找细菌的一些观念问题 然后他讲说病菌在零下五十几度以下不能生存 然后我想去查 真的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看到原来在病菌当中 有一种情形就是病菌跟病毒是不一样的 病菌它可以用抗生素 它分成就是我们所一般来讲的细菌 在很多的病可以用抗生素 其实再加上自己的免疫力就能够克服 但是有一种病毒 它比病菌小上一千倍 它甚至可以附着在细菌里面 这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当你在这个当中 进入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抗生素对它没办法 有艾滋病就是类似 病毒就是类似这样的艾滋病 或者是SARS 上次我们一直在流行的 这些都是隐藏在内的 抗生素对它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了解 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危机都在我们四周围 并不是你今天看起来像好人 就没有问题 圣经说我从污泥把你解救出来 让你除去你的罪恶 但是麻烦就在这个地方 我从污泥被拯救出来之后 我就变成干净了 事实上这还是有问题 有时候外表干净才是真正的危机 因为它就会认为自己OK了 它没罪的问题 事实上在里面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 它会发酵 如果我们去求主能够引导 今天在神面前 神给我们看到的 你有外在的一些问题 我会作弊 我会讲脏话 我会喝酒 我会抽烟 这都是外在的 当然杀人换火那就更不用说了 奸淫努劣 那根本就是那个战争时代的 那我们不要说我没有这种罪 我们今天要说 今天潜意识里面的灵 它是活泼的 它可以对神活泼 也可以对世界活泼 你今天已经受洗了 你的灵还在接触世界 请记得一件事情 世界还是会诱惑你 世界还是会诱惑你 你不管多大年纪 七八十岁 你的灵里面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的灵没有办法指挥你这个外面的身体 去跟人家打架 你不要以为你就是没有问题 里面的灵还是有问题 所以里面的灵会做出很多想不到了 就算年纪大了 它里面的灵还是活泼的 只是把它没有力量去打架 所以就不是以为没有罪 所以很多社会说老不休啊什么 那么老还会这样子 哎呦 其实这正常就是里面的灵还是一样 会有各种各种的欲望跟冲动 不要以为外面的肉体已经没力量了 就表示都不会有问题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了解 生命里面神要显出祂的作为 是让你知道神的道路在你身上 是清楚了吗 生命第七节它就说 事上在这件事情我要让你知道 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 使教以色列知道祂的作为 第一点我们要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神要我们晓得神的作为 晓得祂的工作 使你从不知道到知道 意思就是说 从你不知道这是你的罪 一直到变成你知道这是你的罪 你以前不知道 因为这是隐藏的 神要给你的作为 神要让摩西照祂的作为 那以色列照祂的作为就是 你要从现在开始 从你以为知道变成真的知道 所以小儿子一直以为 我是父亲的儿子 这是他外表知道 但是自从他到屋里里面被拉出来的时候 他才知道 我真正属于父亲的儿子 必须要紧紧相连 他才知道 所以他必须要回头 但是回头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回头以后神告诉我们 十一节那里所说 天离地有多么的高 祂的慈爱像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大 东离西有多么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爱很大很大很大 第二个跟世界分别为圣很强很强很强 就这样子 祂对你的爱把你抱得很紧 祂把世界对你的苦毒对你的伤害把它推得很远 就是这样子 对你姐妹 神要做了让你明白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远离这世界 各种各种不同的诱惑 然后仅仅在神的爱里面 你要知道这一点 你要知道这一点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就是简单的 圣灵的工作叫你认识祂的路 也叫人离开错误的道路 对你姐妹 包括什么 包括自我的强大 也要离开 因为这是世界要供应给我们的资料跟道路 会使我们脾气 会使我们性格 会使我们的观念 都有很多的左偏 而自己不知道温柔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天地地何等的高 祂的词爱像 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你必须要在神面前 是一个无限大的赞美 你知道吗 神在天上是怎样来怀抱你 注意到你这个人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吗 神正在注意你 你相信吗 神正在注意你 神从天上垂看 寻找 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祂的没有 有求告祂的没有 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第二点来思想 因此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从第一节就说了 我的心啊 你要承诵耶和华 还在我里面的都要承诵祂的名 我们简单一点就是要承诵 弟兄姐妹 在你生命里面 你要做一个非常喜欢赞美神的人 在教会里面 对不起 在外面也要 在任何地方也要 那你无言无故站在马路上赞美神 也是像疯子一样 弟兄姐妹 所以神要我们常常要一起赞美神 你的生命常常都是弟兄姐妹 你的世周围常常都是弟兄姐妹 让你弟兄姐妹聚在一起 就是赞美神 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你 每一次小组出去 牧区出去 只要你们一起吃饭 都唱一首歌再吃饭 那你就说 这样人家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 那你废话 本来就是要让人家知道 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试试看 把你养成这种习惯 为什么真善美这个电影 永垂不朽 因为这是人潜意识里面的一个 释放 好棒 若是能够这样 但是没有人能够这样 谁庆菜可以这样做 但是弟兄姐妹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在生命当中 你有很棒的一个歌曲 在你生命里面 当我看到 当然路加班牧区跟国中牧区 在唱歌的时候 会让我心会一直跳 本来心里面就会跳 但是本来会一直 因为我在期待 那些姐妹 转完以后 等一下弟兄会怎样 我看他们也转的时候 欢心下来了 第一个欢心是他们真的也转 第二个他们转得跟姐妹一样可爱 因为有时候弟兄会不要了 但是看到弟兄姐很可爱 我发现转不是好看不好看 是可爱不可爱 是你真不真 你很真实要转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前面的跳舞 后面的唱歌 荧幕上的一些动画 主啊 这不是不属灵 这是非常属灵 因为你为神活出了一个全然赞美 何时何地都要赞美 你愿意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 大家感觉得到有神同在 因为不是任何人可以这样子 他因此这个主题就出来 赦免你的罪 抑制你一切的疾病 第三节 然后他给你两种礼物 你要知道 你愿意主动 他给你两种礼物 第一个是救赎你的生命 救赎你的生命 各位姐妹 你还记得狮子坑的故事吗 你还记得 丹伊里三个朋友 脱离火炉的故事吗 你还记得 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吗 你还记得 索罗巴伯从巴比伦回来的故事吗 你还记得那时候 罗马政府从统治以色列 他们怎么仰望耶稣基督的故事吗 各位姐妹 在整个故事里面 你要知道 神救赎你的故事 就在今天 会胜过以前所有的故事 各位姐妹 你今天可能带着不同的困难来 各位姐妹 请你转眼看耶稣 不要一起注目在你的困难 请你转眼看耶稣 你会发现 人生会不一样 你的道路会重新充满力量 你的脚步会有力量 各位姐妹 第二个 它会有美物 使你的一切得以知足 你所想要的 神会示下恩典在你身上 包括你一切的梦想 因为你的梦想是建立在赞美神 你的梦想是爬玉山吗 你想到的是在玉山上面赞美神 你的梦想是法国吗 这个不能用这种比喻 大家每个都有这种梦想 各位姐妹 你的梦想很多 神都会给你实现 因为你要在那个地方 一起成就神的荣耀 一起成就神的荣耀 我最大的梦想 不是哪个地方 是跟我的弟兄姐妹 在任何地方 只要想到要出去 是跟弟兄姐妹一起走 都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请记得约伯怎么说 约伯怎么说 虽然有困难 但是后来我知道 在这些困难的背后 我看见神了 我从前是听说 现在我亲眼看见 弟兄姐妹 在百夫展里面 他为他仆人祷告 神给他的美物是什么 神给他的美物就是 你期待 你说 你做 你期望 就得着 就得着 用美丽的故事 专修你这个人生 神用美丽的故事 使我们生命得以美丽 那我们在神面前 最美丽的诗歌是什么呢 当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诗歌的时候 真的一直感动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现在很敬拜 在任何困难里面 我依然扬声歌唱 这是呼召的人生 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示给你 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等候 看云 看风 然后就不敢撒种 不敢跟踪 哎呀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 神说当趁你年日衰败之前 赶快让你生命充满纪念造你的神 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因着你想要的 神就通通满足你一切 趁着你还有这个年日 还有力量的时候 让你眼所想看到 心所要得着 通通都得着 弟兄姐妹 因为你的眼想看到 就是神想要看到的 你心所想要得着 是神想要得着 通通都会给你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设定 我眼睛想看到 整个台南市一起敬拜神 神会给你的 如果你要看到 主啊 我想看到 七千人一起敬拜神 神会给你的 神会给你的 如果你想看到 是神不想看的 神不会给你 连你一起咒诅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来思想 在呼召我之处 请你在任何任何场合里面 就是敬拜的故事 敬拜的故事 第三点 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不过是尘土 神帮助我们明白 这样的故事 神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原只是这样的一个 无奈的故事 十四节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祂的年日如草一样 祂发望如野地的花一样 弟兄姐妹 圣经这个地方所说的 你要只以世界上的人 发望 也就是说 他们会有荣耀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荣耀的时候 他们会有自高的时候 他们会有功成名就的时候 但是你不要去羡慕他 因为那些事情 在任何人的名片里面 都叫做空虚 因为这就是过去 都会过去 世界没有永成不朽的 你看看赤庇护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说的当时的 那些可歌可戏 英雄豪杰 加上小乔的故事 那美丽哀怨的故事 如今过去 一切不留下任何的痕迹 那我们在神面前 也能够思想 这一切都过去 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弟兄姐妹 这就是你的故事 原处也不再认识你 就算你生长在台南市 这是故居 这是你所做的 以后世人在那故居里面 浏览拍照 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 我们参观了很多古迹 那个古迹大家拍照 哇 古色古香 后来的观光局 为了吸引观光客 一定把它弄得古色古香 弄得跟原来不太一样 然后让各方面都很丰富 然后在你最宝贵的地方 最宝贵的地方 那是你觉得最折尽的地方 那后来的观光局 把那个地方因为转角 就把它弄成是厕所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以前是我最棒的地方 你怎么弄 这经过一百年后 变成厕所 谁管你啊 因为后来只是为了要赚钱 才不管你这个人 原处没有人认识你 原处没有人认识你 我们最近开始思想 还好有一些人拍出很多很特别的电影 这个历史上的史诗 然后我们就看到 哇 原来过去过去 最近有一个嘉义嘉隆的半球队 他连八田日本所建造的水库的故事都写出来 很值得一看 因为这也是台湾的建造室 但是后来的人到那个地方谁知道啊 谁知道 那我们来了解 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宝贵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推敲 但是你要知道 世人这些事情不是世人所要的 今天你有智慧 你会从这当中明白 你所该做的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这种感觉 就如同这样子 他的年日 那年日非常丰富 但是真的像草 像花一样 风一吹 像浮贫一样就吹走了 他的原处不再有人认识他 当我们在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像神有个祷告 主啊 你本为良善 我知道你的心 你乐意饶恕人 你的心 你乐意饶恕人 第二 我知道 你所做的要让人敬畏你 有赦免之恩 这个医治 这个赦免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为教我们能够明白 只要我们愿意 这赦免会在我们身上 这医治也会在我们身上 叫人敬畏你 如果变成白话文的话 在雅各书里面就说了 你们中间有病的 处以信心的祈祷 要注意 处以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人 主必叫了那人起来 他若犯了罪 并蒙赦免 哇 这里有医病 又有赦罪 好 那我们来看原来的词句 这句话 使得我们慢慢去思想 雅各书完整的 他是这样说 如果你有信心的祷告 医病一定会成就 如果他是犯了罪 神会叫他起来 但是整件事情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包括那个不是被医治的人 也要知道他也在这件事情上 显出他的罪出来 有一个人生病 四周围的人都会被神的作为显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 那摊子 罪下来 不是说那个摊子的问题 是显出四周围 法利赛人的罪 那个瞎子 被医治以后 不是显出那个瞎子到底有罪 还是父母有罪 是显出 那四周围 法利赛人的罪出来 至于那个瞎子说 这个先知有罪 是不是罪了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以前我是瞎隐了 如今我改变了 所以我知道他不是罪人 是不是罪人在医治里面 会显出所有人的意念出来 所有人的意念出来 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整个祷告 你要知道 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 第三 正在绿色字那边 弟兄姐妹 所有圣经里面伟大人物 跟摩西 亚伯拉罕 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都是一样 有七情六欲的人 都是一样 但是不一样是什么 他的恳切祷告 他愿意相信 而且他相信 他就发出了时代性的祷告 他是为神的缘故发出来 他希望神的荣耀得以彰显 时代就是这样改变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 做一个雄生秋秋气昂昂的神的仆人 加神的军人 神的军人 你要站着直 说话有力量 是为主的名而缘故说的 你要相信 你这样做很多人不喜欢你 但是很多人因着你的改变 所得的医治 使你四周围全部得医治 神医治的是这地 所以弟兄姐妹很奇妙的 但有一个人是神所喜悦的 那地要复兴 那地要参胜 那地的人都要得祝福 但一个人不愿意 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不是只有个人的受作主 包括那四周围都会阴阴暗暗 那四周围都开始沉默下来 那地会枯萎 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求主能够保守 因此你要知道 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你要回转 也帮助别人回转 你要健康 也帮助别人健康 你要祝福自己 你要祝福别人 但这一切能够起来的时候 神所医治的就是真实的 神要复兴那地 那时代 哪些人 那些人 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这故事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为什么显出宝贵呢 因为有爱在我们当中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再次感受到 神今天对我们每个人 所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在你面前 祷告的时候 这些新的故事 会使我们生命里面 发现我自己生命 新的故事 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的祷告 弟兄姐妹在你面前 这样的呼求 求主你保守 让我们在你面前 呈现新的道路 使神你掌管 你掌权 你爱 在我们当中的新的故事 所以主我们说 我们爱你的时候 这也要显出奇妙 谢谢你 我们盼望我们生命 得到医治 我们更希望 我们的医治是祝福 我们的医治是神的荣耀 然后一生一世 但他属于你 这是我们的感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心上感谢 我们在这首歌